一见到这个捷运车厢可能会吓一跳 因为坐下来怎么发现 包含地上天花板连旁边 都是一大堆眼睛正盯着你看 上百只小小兵的大眼睛 布满捷运车厢的这个角落 一堆眼睛盯着你看 好可爱但好像又有点啪啪的 刚竟然有点吓到 看起来都很可爱 这是好莱坞动画捧红 黄澄澄圆滚滚的小小兵 自己单飞首部主演的电影 业者为了宣传包下整列捷运车厢 远远开来比人还大的小小兵超醒目 进入车厢还有一堆眼睛 让不少民众一上车 就拿起手机猛拍照 来自芬兰的鲁鲁明 带着朋友也现身北捷的彩绘车厢 而要搭乘的民众跟小小兵一样 只能在板南县等得到 原因就是因为板南县 每天运载人次高达55到60万人 是所有线路中最多的 而淡水新一线单趟车程 就将近一个钟头 是各线中最久最远 彩绘列车要选在哪条路线 可都有学问 觉得还蛮可爱的 看了会心情比较好 蛮有童趣的 民众很买单 毕竟彩绘列车外观 一个月租金就高达55万 如果像小小兵一样 还要包下车内广告 还得另外气费不便宜 结合童话跟惊喜的卡通人物 业者打广告之外 让搭车的民众也像是 搭乘了一趟奇幻旅程 接着您先王宗翰 台北参访报道